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学习和家庭当中都出现了不想学习厌学的情绪 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出现厌学时 往往采用逼迫或者是强制的手段来让孩子进行学习 结果反而导致孩子的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 还跟家长之间产生了矛盾 其实家长想要帮助孩子解决厌学情绪 首先要找到孩子产生厌学的原因才能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那么孩子出现厌学情绪都是有哪些原因导致的 该怎么正确的进行解决呢 1.压力过大 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普遍都比较大 不仅要在学校里面学习 回到家还要面对父母的期望 就连休息时间也被父母安排满了各种兴趣班 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没有及时地得到缓解 孩子的内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最终导致孩子出现逃避压力 不愿意再进行学习的情况 2.没有学习兴趣 很多孩子在学习上面没有兴趣 这也是导致孩子出现厌学的原因 兴趣是每个人的老师 如果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 那么也会没有学习动力 从而出现厌学的情况 对于孩子没有学习兴趣的问题 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某个科目上面 找到一个能够吸引孩子的兴趣点 当孩子有了学习兴趣以后 不用家长催促 孩子自己就愿意去进行学习 3.没有学习信心 学习自信心 对于孩子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孩子在学习当中 如果出现成绩下滑的情况 家长也不要去批评孩子 而是要多去鼓励 给予孩子学习上的支持 帮助孩子成绩下降的原因 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家长总是去批评 打击孩子 只会挫伤孩子的学习自信心 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学习的料 出现学习自信心下降 不想学习的情况 4.学不会导致一些孩子并不是不想学习 而是由于学不会导致出现厌学情绪 由于初高中的科目相对比较多 而且难度也会有所增加 如果孩子之前学习的底子不好 或者是上课没有认真听讲 就会导致孩子出现学不会的情况 在课堂上面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考试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形成恶性循环 导致孩子怎么学都学不会 孩子出现学不会的情况 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 去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每天孩子放学以后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温习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点 让孩子弄明白以后再去进行学习 才能够有效解决学不会的情况 孩子出现厌学情绪 家长不要过于惊慌 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到正确的原因 再给孩子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 才能让孩子消除厌学的情绪 让孩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了 如果对教育孩子有所帮助 还请分享给其他同样有需要的朋友们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路上共同成长 新自由教育专业家庭心理教育联 所品牌深圳市新自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简称 新自由教育隶属心院长心理医生集团 是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集团始于2007年 新自由教育市新院长心理医生集团 根据15年行业经验打造的专业家 停心理教育联所品牌 根据目前社会家庭与青少年心理问题等现状 结合集团多年教研经验与大数据研究 新自由教育独家研发了AFG培优体系 专业解决青少年厌学叛逆 早恋网恋 电子依赖 品行不良 情绪障碍 亲情冷漠 家庭关系 个人成长 亲子教育等多种家庭心理教育问题 AFG培优体系自推出以来 广受家长的认可与高度好评 并在实践中证明了具有突破性 颠覆性的指导效果